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头香啦 谢谢你平安 还有我们这个松妹 还有这个Oscar黄 大家午安 还有我们大韩 Sofia Sophia 还有我们这个罗延龙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大家如果有看一些网络的新闻的话 有些人也许会看到 就是今天的凌晨三点半的时候 苗栗有一个地方叫做造桥 过去我们大概只会知道一些 大概高速公路经过的时候 大家对它有印象而已 但是造桥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村叫做龙生村 龙就是那个叫什么 飞龙在天的龙 生就是上生的生日至旁的 上面一个日生生 那这个龙生村有一个湖叫做龙生湖 其实它正式的名称叫做大潭 就是那个 桃园有一个大潭 桃园有一个大潭 那边有一个大潭火力发电厂的这个大潭 但是这个大潭跟那个大潭是不一样 但是它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水潭 是一个农田水里会所属的一个处理池 那它灌溉 它是一个灌溉用的水池 那面积大概是13甲左右 那灌溉的农田大概在500甲左右 包含这个附近的厚龙 还有造桥这边相关的一些农田 总计大概有500甲 那昨天我就跟王博士 一起到了苗栗造桥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会去这个地方呢 我们请王博士来跟我们讲一下 昨天到苗栗造桥龙生村的整个过程 跟我们到的时候的一些感觉 好 其实我们也是陆续在这个网路上 有些朋友蛮积极的跟我们说 就是在苗栗造桥这边有一个龙生村 目前好像有居民已经返一个叫做 昆宇的这个事业废弃物处理厂 一个厂商 那因为周间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周末的时候就拨空过去 看了一下这样子 那其实那个大潭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它在几百年来就在那边是因为地势的关系 就累积成一个蛮大的像一个湖 所以我想它为什么叫大潭 就是它真的是蛮大的 而且它因为那边的 它后来也是作为水利会在做灌溉用的渠道的 一个储水的地方 然后下面就会就是如果那渠道延伸下去的话 灌溉的面积大概可以到250公顷 到差不多500公顷都会吃这个大潭的水源 然后那我们就后来才去到现场才发现说 用这个废弃物的掩埋场是在一个小丘上方 待会稍后也许有机会我们再把照片 头给大家看 就是那一个山丘 小山丘将来就是要做这个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 那当地的居民就有点担心了 因为他们世代居于此地 就是用这个作为一个灌溉的水源 而且当地农生村作为一个有机的农业的示范社区 是相当有名的 每年好像南瓜节很多朋友都会全省各地都会来这边 而且他们早就已经不再用惯形农法了 也就是他们完全是在地使用地利 用有机的方式在做农业 照理讲这个应该是一个政府示范第一名的一个非常棒的社区 不要以为这个环保好像是年轻人的概念不是哦 世居于此的这些长辈 他们都非常了解为什么要用有机的农法 那在这边的人也非常长寿 我们当天也见到了80几岁高0块90的这个婆婆啊 他们就说在随便这样三个长辈也好算一下 年岁就快要200岁这样200岁以上哦 所以这个地区其实是世代的就是安居乐业啦 他们就是做这个有机农业是靠自己而不是政府宣导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说这个事业废弃物是设在这个池 就是大潭池的上方的时候 其实在地形上面来看哦 真的是村民的担心的确是有道理的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废弃物的来源哦 也不是只有苗栗陷阱而已 而是全省各地哦 比如说包括这个我们高雄平洞很多的事业废弃物 稍后再跟大家细讲其实很杂 包含了很多或少的都是算有毒的废弃物啦 所以当时这个就是一个水源丰沛的地方 那如果你掩埋在上游高的地方 那你下大雨或者是当这个 它的地寒水量也是相当的丰富啦 你掩埋在下面等于就是垃圾都是长期浸泡在这个地下水层 然后再冲刷到下方的大潭 那大潭在座于灌溉用水 所以居民他们会觉得说不是只有他们这个村落完蛋 而是这里所种植的东西将来都没有去处了 没有人会想要吃这个 因为检验很可能就不合格 而且这是扩及到非常范围广泛的 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村民他们会20年来 就是一直非常坚持到现在的原因吧 刚刚汪博士提到了 我们这个案子大概已经有20年的争议 那待会我也请汪博士稍微讲一下 为什么这20年来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那昨天的确我们是第一次 就是我跟汪博士 我还找了台中阿文 就是那个罢免陈伯伟的一个案子的李贤人 那阿文是台中人 那我是从高雄出发 我们在台中会合 那我们一起到这个地方 我自己本来以为说 这个也蛮长 在经过这个大坛 因为我们绕了一个弯 经过这个大坛 就觉得这个大坛到了 想说可能还要走很久才会到 结果没想到我想说阿文 刚快停 为什么 因为看到一列警车就停车 没有想说那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真的是有点讶异 没有想到说 这个位置真的就是 临近这个大坛非常非常近 300公尺而已 对 而且就是说 你会看到就是它的整个坡度 虽然不是一个非常陡的陡坡 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 顺向下来的坡 非常的接近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一般常识都会告诉我们说 那你这个地方是一个蓄水池 那听当地的自救会告诉我们 这个坛它是一个天然深层的 自然的一个平坛 那水源有两个地方 河南 一个就是当然就是一般的 天然的降水降雨的时候 还有附近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 那当然下雨之后 就会顺着这个散播往下 另外一个它是主要的水源 是来自于附近的一个叫明德水库 那他们挖了一个铜水的通道 把水引进在这里 一方面做沉淀 那一方面要让它达到灌溉水的水值标准之后 然后再流灌到这个水利的渠道 这些脾菌去灌溉下游 那它灌溉的地方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 就是我们知道那个苗栗湾堡 有个洪湘理事长 或许在这个大土事件里面我们都知道 在苗栗这个地方 其实他们很多都已经把灌行的农法放弃 采取友善土地 甚至达到有机耕作的地方 那直接会会长还带我们去看这个大潭 就是这个龙生湖 那他们这个湖中间就有做了一个南瓜隧道 那每年一年一度都办这个南瓜节的时候 听说都有三万人次的游客 在那边打卡 买南瓜 吃南瓜等等 他们都是一个按照李山精神 李山倡议的这样的一个智南农法 跟有机农法的一个地方 而且还是农委会所认证的一个 有机的一个农法的一个村落 所以这样我们很难想象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如果是要新建 一个这样的一个垃圾掩埋场 我们会觉得说怎么有可能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经过环境影响评估 对 这是最争议的点 对 那为什么会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 那当然资救会员会长也给了我们一些资料 那我跟汪博士都有稍微看了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汪博士来跟我们说明说 他看到的这些资料里头说明的 根据媒体的报道 还有检查院相关的一些报道 跟自救村民他们给政府机关的一些陈情书 还有他们制作的传单 我们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因为不然大家只看到黑衣人 跟乡亲的抗争 那这个设计 垃圾掩埋场 它其实是事业废弃的掩埋场 并不是一般的夹用垃圾 这样垃圾大概不会千里迢迢 从平地要再来三三大 最主要它的利润来源 之上它是接受事业废弃物 那它的一个总容量大概可以有八千多公吨 八九千公吨的这个总容量 这个是它当时设计许可的一个总容量 那么这么八千多吨的 就是倒满之后可以倒八千多吨的 事业废弃物 如果让它全部都倒进去了 会有什么影响呢 当然这个是我们要去查考一下 可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 持续的已经二十年却没有办法解决 当然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历任了这么多的 你看二十年来 这政党轮替已经是三次了 那这三次的政党轮替 为什么都没办法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 那到底是我们在法规上 还是在行政上 甚至在案子也到了监察院 监察院楼出了一份调查报告 我们手上也看得到 那为什么问题会没办法解决 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博士来帮我们 大概的检要的分析几个重点 到底是卡在什么地方 那为什么这个案子二十年好像又死灰复燃 甚至形成这样子的一个 一次黑衣人切入的一个冲突 到底原因在哪里 我们就请王博士来跟我说明一下 好啊那因为我跟大部分同友可能也是最近才比较知道了这个世界 那我跟大家稍微先回顾一下这个新闻的内容 就是说主要他这个龙胜村刚刚讲过他就是以这个南瓜节闻名的嘛 那这一个昆鱼事业废弃物也埋藏 其实他在16年前就已经开死附中了 就是当时就已经被推荐和撤销执照 但是呢今天呢就是又再度卷土重来了 所以那这些村民当然是觉得说 为什么之前已经撤销了 现在还会这个卷土重来 其实让他们非常的困扰 我们过去接近他们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只有一个心愿 就说这块地方是我们市居多年 从祖先的祖先一直传下来的 那为什么在我的手里 我能眼睁睁的让他竟然是来清倒一些事业废弃物 那事业废弃物村民当然就觉得非常的疑惑 因为事业废弃物的种类很多 虽然昆鱼公司都一直说 这只是一般性的废弃物 可是我跟大家讲 他可能在我们这个废弃物的工 就是计划书里头 他就提到说他可能会掩埋就是什么塑胶 还有些土建就是建筑物的这个废弃物 还有污泥 炉渣 矿渣 然后废金属等等 那这些村民当然知道 他们都是做有机农法的 他们怎么会不了解这些化合物质 化学物质进入了水源 进入了土壤以后 会对他们的这个农作物产生 还有就是甚至是军民的健康产生影响 而且就是在比如说 这就会他们的一个传代里头就讲说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是没毒的 那为什么何苦来栽要从全国各地呢 花那么多的钱把一个没有毒的废弃物 来他们苗栗来掩埋 如果没有毒的话 这处理的成本就不高嘛 那为什么还要这个劳师动众 对不对 应该就是就禁掩埋才是啊 那你要说服村民说 这样子的话 他运过来东西是没有毒的 这个一般老百姓的知识上面 也是没有办法接受 那像在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其实他们已经算是已经前任前两任的时候 县长其实就已经驳回 但是在当现任的县长的时候 在就是非常快速的方式 又让他们重新可以来做试营运 那他们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这么快速放行 再来就是说因为因为都是这些废弃物都是外地来的 他们担心就是在留子孙或盐子孙 那这个部分如果县政府或者是这个昆虞觉得 这个都是符合标准啊 就是那为什么不能公开 然后透明的让村民了解 让即使要跟我们一般人来说明 如果真的是没问题 应该就是资料一开 然后说明清楚的话 有判断能力人自然就能了解 但是我们知道村民也是跟我们讲 就说自从2005年以后 其实昆虞公司就没有再开任何的说明会 来跟地方的居民来做说明 那既然没有办法说明 那居民又怎么能够安心 那不就是更显示了这个掩埋厂处处有疑惑吗 那所以他就说而且这块田地 这块水源它滋养了这个附近上千亩的田地 这也是我们台湾蛮骄傲的一个农村的生活 农村的这个精品 我觉得能够用到有机农法 然后这样子世代来做 你要有时候我们也知道要做有机的话 你不是只有你们家这块田做就可以 你可能需要一个很大相当大的面积 才不会被隔壁的惯形农法的一些化学物品的使用 会因为那水源空气都是会流通的 那你反而就是即使你这家田地是做有机农法 你的周围没有合乎这个标准 这块田地还是很难获得有机认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居民他们就是觉得这个年 他们相当的难过 所以才会我们后来也看到前几天 似乎昆域公司想要闯关 也就跟居民产生了冲突 我觉得这中间也让我们 你要说给外地人听的话 也会很难相信说 对啊 为什么如果既然是一个这么没问题的事情 为什么没办法讲清楚说明白 而且昆域公司不断的用烂诉的方式 去控告那一些村民 然后因为他们可能为了要护卫这块土地 让他们公司强行进入 然后我们就发现昆域公司的确也是 动用了很多的司法资源去控告这些村民 那这些村民就是其实真的蛮辛苦的 就是他们只是希望有一个 你要嘛就是通过环瓶啊 为什么你连通过环境评估的这个过程都没办法 而且这个是20年前的案子 那今天我们已经进步到21世纪了 那我们应该有更严格的环境评估的标准 应该要适用新法 当然待会有空我们再跟各位谈论 报告一下说监察院的报告 那我先讲到这边好了 看看苏医师或者是我们的网友们 有没有什么疑问这样子 好 我帮王博士补充一下 就是说一般在这个叫做 这个其实是在法律上叫做环境保护工程 或者叫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发 那虽然是叫做环境保护的事业 但是它常常会破坏环境 那这些其实就是一些我们讲的 就是一些像水肥 垃圾的一些 包括堆肥的一些处理厂 那这里面包括叫做普通的这个事业废弃物 还有一般的那个废弃物 还有一个叫做有害事业废弃物 那这个设置的过程里面 当然第一个当然如果是 不管是民间或者是工匠要设立 第一个它当然要有土地 那公家当然就是会找公有的或国有的土地 先取得土地 那土地之后它当然就是要申请一个许可 开发的许可 那开发许可它当然就要准备一个计划书 说我大概要怎么做 要开发多少 要什么东西要进来 那关键就是在这个计划书里面 要把整个事业的开发的面积所使用的土地 甚至要设置的相关的一些设备 全部要儒列在里面 那让这个主管的机关去做审查 那主管机关审查之后 如果同意它开发 那它建设到一定的程度 在取得类似我们的建筑使用许可之前 它有一个阶段叫做市营运 那其实昆宇的这件案子 它是在苗栗造桥造桥乡的这个龙生村 那它有几个争议点产生 第一个是20年前它是怎么取得当地的居民同意 让它在这里挖一个那么大的 可以堆8000吨的事业废弃物的一个大坑在这里 因为周遭都是农业嘛 对 那你想想看啊 如果我们是当地的村民 那有一个公司说我来这里买了一块土地 那这块土地呢 我还在上面挖一个大洞 然后填垃圾进去 你想想看大家会同意吗 对啊 但是呢 很有趣的是 这个公司居然取得了当地村民的同意书 对 那根据报导就说 当地的村民就说 哎呀我们根本也不晓得 那个就是同意书 对 那好像是找我们去工作 对他们要去工作了 然后那村民就觉得工资还不错 所以他们就去签下了这一个工作的同意书 没想到事后才发现在是开发的同意书 那这个年代已经久远了 那因为也没有相关的一个诉讼来处理这个部分 所以要怎么去认定事实 跟一开始的开发同意的取得 当然就是成为现在最大的一个争议的原始点 那也让农生村展开了20年的 这样的反对垃圾 而且特别是事业废弃物的一个掩埋场的过程 那后来大家发现说 原来这个地方是要到事业废弃物 当然你可想而知 大家辛辛苦苦年农药都不用了 怎么会同意一个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设在这里 对 而且他上波临近这一个大家要用的灌溉水源 还不到500公尺 所以就开始有很多的抗争 那一开始这个苗栗县政府也知道村民开始抗争 甚至就是说传出一些股币的一些消息 进入当时的一个司法侦办当中 所以整个开发的流程 在那个时候就延淡下来 这就暂停了 那后来当然经过了一些司法的调查 没有查到一些比较确确的犯罪证据 所以公司就开始就进行相关的工程 那工程设置完了之后 也盖了这个所谓的办公室 盖了一些警卫的这些相关的设备 甚至呢这些之后 他当然就要开始申请许可之前 要先做一个市营运的一个计划 但是在市营运的过程里头 就苗栗县政府就觉得说 你这个地方有相关的一些问题 包括说如果你没有连外道路的话 那你车辆要怎么进入 所以就要求他们要去开发一条道路 那开发道路之后 又出现了一个相关的议意 就是说那你这个大路要不要算在 你这个掩埋厂 处理厂的所谓的开发的面积里面 那如果有算进去 可能会达到需要还评的一个范围 那所以就把这样的市营运的部分 算就相关的一直延段 那当然我知道这里面当然也牵涉到了 县政府的一个行政权的一个行政材料 那过去几任的县长都倾向不让这个事业开发 因为苗栗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地方 非常重视农业的地方 那当地的政治也非常的传统 所以行政官员跟地方民众的关系 其实都算相当的密切 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一直把它拖下来了 一直到了109年 也就是2020年的12月 那突然这个村民接到一个消息说 这个公司突然又跟县政府申请了一个市营运的计划 就没想到10天之内就被核准了 那所以居民就从110年 就今年了 去年的 因为今年是111年 所以就从110年的1月开始 就是在昆宇公司的大门外面开始埋锅造饭 对 所以到了今年 现在就整整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对 他们就是轮三班 入宿 就是几乎 因为他们就是睡在铁皮屋里面 然后轮班去守护公司的入口 那个公司的入口 其实就是掩埋厂的入口 那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为大家大概晓得像苗栗这样一个农业县的话 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们都去外地上班了 那留下来故乡土的大概就是老弱妇孺吧 像我们去的话 其实会长也跟我们讲说 它就是夏天非常的热 夏天有非常多的蚊子在这个 因为它其实就是算台一县的旁 我觉得可能也是算一个丘陵啦 虽然那附近也没有什么民宅 所以才会大概选中了一个比较 没有办法开发成商业区的地区 那那边就是很多树林 所以夏天说蚊子很毒 那冬天就冷得要死 因为这几天我们也知道有寒流来 那像苗栗是算北台湾的话 尤其那一个它是整个在一个秋的上风处的最 几乎是迎风面啦 因为他们海风会沿着这个丘陵往上吹 吹到那个掩埋场嘛 所以你听我叙述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坛在下面 然后坡在上面 然后这边是掩埋场 那他们居民就是守在这里 那那个风就是一直吹 所以其实对老人家 我看他们都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了 然后村民八十几个人 一天轮三班 无常的就是为了我们台湾的土地 所以我那时候见到当地的一位老阿嬷 他真的就 他说他已经87岁了 然后已经白发搬驳了 其实那个中天的直播 白岛出任务有访问到他 其实他非常的心痛 因为他从少女时代 就是在这一代 他真的他觉得他的感慨 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办法 好好的度完眠 然后没想到他这么老了 还会在生命中 遭遇到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难 你公司或者是县政府 都没有办法跟居民说清楚 这些有毒的废弃物你要怎么处理 你连一个老婆婆用简单的方法 你都没有办法说服他 这个阿嬷真的就是 我看他真的就是蛮焦虑 就跟我们讲话就是一直落泪 我觉得真的是与心不忍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 我们请了公务人员 有环保局 也有这些专门来处理这些事情的 公务员来替我们人民 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 请来的服人 要帮我们管理 可是他却没有善尽责任 甚至从监察院的报告也看得到 就是历任这些县政府的执政长 执政党的更迭 那竟然还有这种对于事情 对于法定的认定 出现两极化的情形 就是过去的县政府可能已经撤销了 可是现在县政府又觉得 都一切与法有据 都是合乎法令 但是我们只要用常识来看看 为什么如果是这么合乎法令 这么清楚显而易见 为什么连一个阿玛尼都没办法说服 我是觉得说到现场看 大家就会知道 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群老人家 捍卫着那一块土地 但是昆鱼公司甚至 我们还看到这个 这就会有消息 就是他们公司还会去征求一些 就是打公仔来帮忙 加入这个公司 昆鱼公司的行列 他们是说要防止暴民 防止居民滋绕 要来守护他们那一块地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 到了现场也是让我觉得 蛮冲击的 对 那我想刚刚文博士 已经大概跟我们讲了 这个过程里面 包括的就是说 为什么监察院会认为 苗栗县政府 对事实的认定是 反复 就是同一个政府在认定上有所反复 第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 到底需不需要做这个地幕的变更 那如果你需要做地幕的变更的话 你为什么没有走地幕变更的程序 那包括那个所谓的连外道路 到底应该是算所谓的继承道路 不算在整个开发的面积里面 还是要算在开发面积里面 比如说因为你只供这一个 掩埋厂单独使用 比如说我们到了现场 我们发现这个公寓公司 就可以把这个路就直接围起来 那上面写这个是私人土地 你不可以侵入 那如果它是一个道路 怎么会变成私人的土地 那它如果是一个厂内道路 就像我们很大的工厂 有没有 你也看来 它各个工厂之间都有一些道路临结 但是那个就不是我们所谓的 真正公众使用的道路 这个是你的私人的 就好像有一些非常大的庄园 它这个铁门一锁 但是里面它事实上是有一个 非常大的草坪 有油园车吧 像皇宫一样的 那里面有很多道路 但是那个就不是你可以进去的 那既然你是可以把道路封锁起来的 那表示它就不是公众使用的道路 对 那如果你是公众使用道路 你可以把道路封起来吗 不行啊 对不对 那这个不就是影响公众的通行 对 那这个你影响公众通行 你可能也犯了一些交通法规 甚至会触犯刑犯 因为你阻断了公众通行的道路 对 比如说你高速公路 你可不可以说 我就把它围起来 不行吧 不行 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地方 甚至是私人土地 但是被开发成向当 那这个部分都是政府还没有 该征收而未征收的 所以它在私人的土地上面 这所谓的继承向当 那你公众通行 你可不可以说 因为这块土地现在登记我的名字 我就拿一个椅子啊 拿一个车子啊 甚至就赶紧设一个围栏 应该是不行吧 好 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矛盾 如果这个道路 真的是公共使用的道路 那这个公司应该是没有权利 可以把它堵起来 没错 我大概 大家可以去看金明两 昨天跟今天的一些相关的路 包括我们昨天去 我们也是看到 而且也有照相 的确 这个公司是把这个路就堵起来 那堵起来就表示 这条路就是他们公司的路 没错 那既然是他们公司的路 那就表示你应该是要去 申请相关的一些地幕的变更 对 不过目前我们得到的资料 看起来 监察院也是指出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同样是苗栗县政府 那你到底对这条道路是认定 认定 为什么你前后不一致 那你前后不一致的这个 道理是什么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 后续相关你这个行政程序 合不合理 合不合法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地方 是在于 这里既然这么临近一个灌溉的水源 而且他灌溉的面积高达500甲 而且他灌溉的面积里面 非常多都是已经不使用灌型农坊 就是说基本上是不会使用农药 甚至连化肥的使用都是有限制的 那当地这个龙山村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李山农村 他们用的是日本这个李山的农坊 那甚至办这个有机南瓜节 刚刚王博士有讲到 那我们也在资教会会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就直接去走那个南瓜隧道 把它变成这个他们说这个 这个天气比较好 就是要重南瓜 那刚刚长出来之后 他们就会变成一条绿龙 做成一个龙的形状 因为当地叫做龙生村 这个湖就叫龙生湖 就是飞龙在天 龙生之处 那当地有两个大庙 一个是一个禅寺 佛教的禅寺 没错 另外是一个道教的圣地 是奉事北极玄天上帝 对 所以我们可以大略了解一下 一般来讲 你这个湖的旁边会设有这个庙 大概是这个地方的风水的确不错 那我们去跟王博士去的感觉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气场也很好 而且那个水源看起来是非常澄清 没错 就是一个活水的感觉 你可以感觉它上面还有野鸭 然后环湖旁边两侧就是两间庙宇这样子 就是非常宁静 我相信这个就是世代在那边 就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一个点 那周朝湖河也有一些半湿地 他们就是用蛮自然的方式 不会用一些水泥 把它做破案破坏它的这个生态 所以看得出来那个地方是一个 对生态保育非常用心的地方 那我个人觉得要解决争议的方法 我们走法律看看能不能解套 那我查了一下我们行政环保署 它有一个叫做开发行为应该实施环境影响评估的 系目还有范围的认定标准 那这个是一个行政命令我们叫做执法 那它的母法是我们的环境影响评估法 它其中的第五条第二项 就有列出来说有哪些开发行为 要做环境影响评估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执法 就是行政命令里头的第28条 这28条有讲所谓的环境保护工程的新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就要实施环境影响评估 包括像水肥处理厂 还有污水降水道 还有第三款是什么 堆肥厂 第四款叫做废弃物转运转 第五款是什么 一般废弃物或一般事业废弃物掩埋场或焚化场的新建 那么这一个掩埋场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一般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 而且它是新建 新建就是说 从渡到游 那扩建工程或者是扩增处理量 这个都要实施环境影响评估 只有一个情况不用就是说 你不是在这一个第一款第一幕里面 一到六 那什么叫做一到六 一到六大概就是国家公园 很重要的 生动物保护区 重要的湿地 沿海有一个自然环境保护计划的自然保护区 或者是比较高海拔 1500公尺以上 水库及水区 如果你在这六幕里面 那当然还是要做 你只要扩建还是要做很明显 这很合理 对 那如果你是在这六幕以外的地方 而且你扩建是在500平方公尺以下的 而且要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同意 你可以不做 那除此几块统统要做 好 那我们就回到这件案子本身了 那这个案子应该是一个新建的工程 所以它就不是扩建 所以它不会受到500公尺以下 而且这个案子当然也超过了500平方公尺 对 它是1.9 1.8公顷 对 1.8公顷 这个还是有点微妙的 对了 就是没有把那个道路加进去 但不管如何 它这个是一个一般事业的 废弃物的掩埋场 就是要把这个丢进去 然后用土盖起来 虽然当时我有做这个防水布 我这个是属于这种卫生掩埋 那你卫生掩埋之后 但是问题是你这些事业废弃物 刚刚黄博士有念到吗 对 我看到几个 不可怕 塑胶土建废弃物 污泥 炉渣 矿渣 废金属 对 这种能泡水吗 就是污泥这个部分 我们比较担心的 因为包括比如说像这个 皮革制造厂的污泥 对 也是可以运来这里 对 那皮革制造厂的污泥 其实村民非常担心的 因为这皮革制造的污泥 它在加工过程里面 含非常多的一些重金属 包括隔在内的这些重金属 或隔 这些重金属 那这些重金属 当然居民担心的是什么 第一个 我们那个地方是属于一个比较 对 一个是农业用力 而且它的土质是属于比较 类似砂质 对 渗水率很高 对 砂质一直说 那个水可以渗得比较深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争取研究是说 军民说我们这边的地下水 那个很浅 没错 在地下大概2公尺 1.5到3公尺 2 3公尺就有 甚至到1点多公尺就有了 对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 万一这个防水布破掉 嗯 或者是说你这样一挖下去的时候 其实你的这个掩埋的这个洞 事实上是在地下水层 没错 那你虽然把它用防水布盖起来 但是等于你是泡在地下水层里面 对 所以它只要有任何的获利 没错 都会渗到地下水层 那这个当然就是当地的军民最担心的地方 不过当然回到最原始 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方的位置是 悬尺不当 我们叫悬尺不当 悬尺不宜 因为你在一个灌溉水的一个上坡里 它300公尺左右 对 万一有个大雨啊 地震啊 种种的一个气候啊 等等的因素 你是不是就会产生相关的问题 或者是说雨现在很大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满出来了 因为你这个垃圾击击击击击 总有一天就是会击到一个平的位置 对 那你这个水一灌进去 有一天满出来了 溢出来的 那是不是往下跑 那我想农民的顾虑 跟我们一般民众的想象 其实都是一致的 你这边要做有机的农业 友善环境的农业 然后你旁边设一个 事业飞机的圆满场 这个我们在思考上就觉得很冲突嘛 对啊 就像你家里在种田 你不可能在你的田地的附近 水源可能会流过的地方 然后就是乱丢一些 什么废金属啊 废渣啊这种 这很不合常理 这个任凭谁 就没办法解释的清楚嘛 这个疑虑当然就会存在 对 而且如果按照现行的法规 这个要新建的时候 就是要做环境影响预估 对 但是这个案子是规避的 对 因为以前规定要超过两公钱 对 就有点像美丽湾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把一些东西就扣掉 对 就刚好你1.8 1.9啊等等 好 那就不用进入环评 不用进入环评之后 就会产生一个最大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进入环评 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些问题 就会有委员来帮我们把关 对 有专家学者 然后你这些事业单位 你就要针对专家学者 环评委员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来回应 可是这个就没有 所以我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是 中央环保署跟苗栗的新政府 应该赶快去会商 找出一个法规层面的可行之处 因为Jimmy已经抗争了20年了 对 不应该让他们这样继续消耗 你想想看20年多长 有几个20年啊 像我今天52岁 20年后我72岁 想像当年龙山村的村民 有一位像我这样在52岁的时候 遇到这件事情 他这样看着看着看着到 我72岁的时候 今天他72岁了 又死灰复燃了 还要再这样子 那52岁也许还可以这个熬一下 他72岁 你看我们当地看到一些七八十岁的 说老不能说老 就是这些年长的婆婆 真的是一把比踢一把眼泪 情何以堪 为什么我们的不是有政府会做事吗 那中央环保署接受到公司事业的开发单位的宿院 跟居民宿院的时候 为什么有办法指出一条法规可行之道 圆满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今天我跟王博士 稍微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 来龙讯门 也许还不是很清楚 对 不过我想我们有一些朋友陆陆续续的加入 也许提出了一些问题 那我们就请王博士一一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我们也来回应一下 到目前为止大家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看看能不能帮助大家来理解 从今天的凌晨 就是等于是昨天深夜之后 明天早上 其实他们这些黑衣人应该是从昨天的深夜就开始聚集 在今天凌晨三点半的时候 开始进行一些相关的行动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跟朋友打个招呼好了 那我们还有这个Artisan Victor 阿福小农菜园 还有这个青猪物 小梅高恩梅融化 明光照耀 玉珠 小李 好 林依修 好 还有Helen 好 然后这个Saint Lavender 还有我们牛年牛霸 还有我们这个天南 谭 好 谭 阿欣 好 还有洪毅 好 蒙古801 好 很多朋友欸 And 谭 然后 好 还有一个是桃圆民进党 不是因为喜欢国民党了 还有我们的Amy 都 大家好 还有林的慧香 好 周江苏 好 Carol 宝珍 海洋之星 玉安 今天很多朋友欸 张银 还有老杨 政治不正确 凯迪 好 这个Vest Vest 好 那 我看看 姓荣 觉醒姐 阿宽 好 谢谢你们了 谢谢你们都很愿意跟着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 还有这个我们Lily 吴勇 佳 佳 慧佳 好 杏荣 还有 焦芬 这个 昆惠 好 这个 Mitchy 还有这个 豆豆 是啊 好 穆昆徐 还有我们雅芬 感谢 午安 对啊 其实这个 对啊 刚刚也有这个我们朋友提到说 对啊 如果你是用有基农法的人 真的是隔壁的冠型农法可能一阵风一次水就让你的心血就白沸 因为我们有亲友在做很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有机认证 但是发现说这个真的很难去避免到啦 所以更难想像说这个农生村这么的 这个村这么的团结 而且他们的这个理念 不因为他们是农村 而我们都觉得农村就不如我们这个商业啊 或者是这个工业这么的高级 哦不 他们非常的奉行这个有机农法 以身作则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21世纪 我们其实不是觉得我们想要的太多啦 我们需要的 我觉得这个农村 农生村的村民 他们就是做到说 他们就是做到他们 能够保护他们需要的 那因为在这个过程我其实有听到就是说 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争议呢 就说他如果是开发的面积超过两公顷 或者是日处理容量呢 不知道是200还是300啦 好像200就是容量的话呢 你这个超过以上你就必须要做还评吧 那个是旧的规定 那是旧规定 那是旧规定 当时最生意的就是他20年前的时候 当然那个时候大家环保意识 还有一些环保法规是比较宽松 对 所以很多像这一类的案子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我就利用这个环平法规的漏洞 比如说他为什么不申请1公顷 申请0.5 不申请3公顷 就申请1.5以上 然后2公顷以下 就很巧妙的 对就是散过去 散过去之后的方法就是说 他可能把一些本来该计算的不计算 对 这就是刚刚讲到这个连外道路的部分 连外道路到底要不要记录 然后你开的那些建筑物 还有地棒啊 还有一些什么 处理场等等的 这个要不要算在里面 那当然这个都有很多的技巧 跟一些我们知道行政申请的know how 这当然也是一门专业 但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 整个经过20年的时空背景的变化 法令是驱严而不是驱松 那为什么法令会越来越严 因为以前宽松的法律就造成很多问题 那这已经是20年前了 为什么现在才在市营运 那当然也是苗栗县政府在过去 事实上对他有很多的疑虑 那运用了一些行政上面的权力 让他这个暗时就没有办法 取得真正的营运的许可 就不要怕开始去收费器物 不然说20年的早夜 这8000顿等都填满了 但是接下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最近几年 特别我们的政府 这个政党轮曆之后完全执政了 但是我们看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垃圾没有地方去 包括在屏东 高雄的奇山 台南很多的渔温地 我们发现了什么 很多的废弃物填在农田里面 渔温里面 像高雄的奇山就被填了大概 几千顿的这个炉渣 那一直到2018年 这个新的市长 我现在已经变旧市长了 现在市长上任之后才开始激情处理 不然他就一直堆在那里 那这些问题可能有些网友 我刚刚也看到我们的观众朋友 在提到说 大家都不要 那都到哪里去 好问题 对 的确台湾是一个小岛 也是一个宝岛 但是我们要发展这么多的产业 那问题是说你产业会制造出很多的垃圾出来 废弃物 包括一般的事业废弃物 跟所谓的法律上认定的有毒事业废弃物 可是法律上认定的一般事业废弃物 难道他就没有毒性吗 其实也不是 只是在法律的认定上面不是 好 那这些东西到底要丢到哪里去 难道像这样吗 在龙森村这个水源的上方 有挖一个洞 铺个防水布 我就给他放在那里 讲一个大家想想看 那如果那里是放核废料 对啊 大家就会说怎么可以 对啊 那放事业废弃物难道就可以吗 你放核废料的时候 你担心他有一天会有生动 那请问我们把这些事业废弃物 埋在那里 大家想想看 埋几年 他的毒性会消失 不会 这个防水布可以撑几年 核废料我们是知道说 它可能是几千年 几万年 这些有害的辐射都会存在 所以我们当然要用一个 非常好的保护器来 可是请问 那世界废弃物呢 特别里面的一些 化工的毒性重金属 请问他会经过几年之后消失掉 而且我觉得村民也蛮担心一件 就是说 虽然昆虞公司 他们也提出一些文件 就证明说他们这些水 不会流到道路旁边的水沟 因为他旁边 其实那个路口就是台义县 台义县两侧就是有水沟 那那个粉红 叫掩埋厂 就里面 挺多100公尺 就是就在里面而已 那现在呢 他们就说 我们一定会符合标准来排放 首先 他们第一次说的时候 就说会符合标准来排放 但是我们就想想 因为居民就觉得说 那难道处理废水的标准 会跟处理饮用的 食用的农田灌溉水源的 这个标准会一致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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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